哈喽大家好 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上集咱们是庄杂第107大庆 有不少观众朋友们给我提了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就简单的回答了一下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了 我留给大家给我提问题的时间比较短 只有一天 所以说提交上来的问题 其实也刚好够聊一集 当然有不少观众朋友说 你庄野你应该给我们多一点时间 让我们多提几个比较刁钻的问题 这个我是故意的 你说提的问题太多 或者说太难的话 你说万一我要是答不上来 这脸往哪放 在庄杂第99集的时候 咱们谈到了温哥华的天气 以及温哥华的城市面貌 另外还吐槽了一下温哥华的房价 还有随之而来的无家可归者的问题 今天咱们就简单看一下温哥华的城市布局 以及一些相关的知识 首先你要知道 咱们经常说温哥华 这实际上大多数的时间 咱们指的是大温哥华地区 简称大温地区 就是说以温哥华市为主要的城市中心 周围这么一圈大都会区 叫做Metro Vancouver Regional District MVRD 这个MVRD它是现在的名字 在2017年之前 它叫做GVRD 就是Greater Vancouver Regional District 但是咱们别看这个名字变了 但是说的都是一回事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大的行政区域 大温哥华地区 你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大温哥华地区的官方地图 但是咱们老百姓口中的大温哥华地区 应该是把这幅图里面的那些 外围的农业用地和荒野 统统拿掉 剩下这乌洋乌洋看着乱糟糟的城市地区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嘴里面的大温地区 这片大温哥华地区 咱们根据2021年的人口统计数字 它一共住着264万人口 总面积达到了2882.68平方公里 这里面一共包含着23个 像什么town,city,village 这样小的行政区划23个 估计咱也没有时间全部都说到 接下来咱们就按照这个人口数量排名 把这个大温地区的这么几个 北列威city的主要城市给您列一下 说一说这些城市都有什么特点 对了 还得提醒您一下 您注意 这个大温哥华地区它是不包含维多利亚岛的 所以说这个维多利亚这个城市 不在咱们下面的列表里面 OK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正式说了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人口最多 经济最发达的最核心的区域 谁呀 温哥华市吗 在2021年的人口统计 温哥华有人口是66万2000人 它的位置在这儿 而且这里确实是大温地区的经济中心 这儿的华人也比较多大概占比是27% 你想这个城市是人口最多发展最早的嘛 相对来说也是经济最繁华地区 而且它也是大温哥华地区的旅游资源最发达的地区 咱们回头以后讲温哥华的旅游景点的时候 咱们再详细说 今天咱们就先简单说一下住在温哥华 不说那些旅游者 你要是想住在温哥华的话 什么人住在这儿呢 那就是一些贪图城市中心的方便和快捷 或者是有生意需要 经常做生意的 你可以选择住在温哥华市中心 但是选择住在温哥华有一点不太好 就是这儿的买房子后会贵 买房子肉腾 而且你可选的空间也不是太大 你看它的温哥华市中心 主要就是以高层公寓为主 而且一个个还都不便宜 但是市中心的房价倒不是最贵的 最恐怖的是温哥华的西渠 就是我们常说的宇宙第一高房价的温西 在温西 基本上咱们华人能看得上的独立屋 怎么着也得300万起 300万加并起 而且还都是那些很破很旧 很古老的破房子 非常小 如果稍微新一点的稍微大一点的 那都得六七百万加币 而即使是六七百万加币这样的房子 你从外观上看 压根就看不出一点豪宅的意思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些在温西买了房子的人 是不是有一些冲动 当然了 有钱人的境界 作为像庄爷 我这样的穷鬼可能理解不了 当然了如果屏幕前有真有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在温哥华西区买了一个这样的豪宅 买的好啊 真有钱 借我点呗 在大温哥华地区 人口排名第二的卫星城市 是Surray 它的位置在这 咱们华人管这里叫做宿里 这个城市 它的人口是56万8 只比温哥华少一点点 Surray这个城市 其实你可以发现了 它的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 并不是华人 而是南亚裔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印度人 它的占比高达整个地区的32.4% 华人在这个地区 其实只占了7.7% 但是你别看这里面南亚裔比较多 就好像对Surray这个地方 有一些偏见 其实你要是跟印度人 混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工作或者是做邻居 时间长了 其实从生活习惯上来讲 其实也没什么 可是印度人多的社区 学校的排名比较差 这个是个硬伤 而且住在Surray这块的印度人 它里面西克族教徒占很大一部分 所以说跟一般的印度人还不太一样 所以说跟咱们华人是有一定隔阂的 因此说在Surray这个地方 那些跟印度人住在一起的华人 其实还是极少数的 不过你也不要因为Surray这个城市 印度人多就不考虑在这置业了 买房子置业 其实Surray这个城市 它的发展前景特别好 预计在接下来的10年到12年之内 这个市将超过温哥华 它以后也可能会成为BC省人口最多的城市 咱们看这个地图 你就可以发现了 Surray这个地方 它是大温地区比较大的地区 它一共有6个区 但是您别看它有6个区了 咱们当地人一般都会把这个城市 给一分为二 分为South Surray和North Surray 这英文念起来比较费劲 咱们说中文吧 南宿里和北宿里 北宿里其实就是除了南宿里 这个区之外的其他5个区的合成 你看这里出现了区的概念了 这个区实际上就是 其实是一个社区的概念 它不是行政区的概念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南亚的印度裔 他们这些人的主要是集中在宿里的中西部地区 其实就是在这个北宿里的纽腾区 和这个宿里市政府所在地 沃里区 尤其是这个纽腾区 这个区的印巴人比例 和这个在列治文的华人比例 其实差不多 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是喜欢扎堆 各个族群之间相互扎堆 所以说也很简单 你要是不喜欢跟印度人在一块扎堆的话 你买房子的时候就可以避开 这个纽腾区和这个沃里区 就可以了 下面我打算说一说南宿里 就是这个South Surrey 为什么说它呢 因为这个地方最近特别受咱们华人追捧 就是这个南宿里 它也是这个South Surrey市的富人区 风景漂亮 好多豪宅 以前是很多美国人到这个地方来买房子置业 但是现在也有不少华人都到这来了 因此说这个房价也是在慢慢的往上起 但是还没到最高点 还有这里面我觉得还有投资的空间 它的这个apartment的房价 比那个北宿里那边高出15% 而且在南宿里的最南端 靠近美加边境 那还三面包着一个小不点 它的名字叫做White Rock 也是非常受追捧 这个White Rock受追捧的程度 其实跟South Surrey差不多 因此说咱们华人习惯上 把这两个地方合成为白石南宿里 顺便说一下这个White Rock 你别看它被南宿里给包着的 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的city 面积很小 只有5平方公里嘛 人口还不到2万2 不过别看人家麻雀虽小了 但是人家可是一个独立的city 不过你要是来旅游的话 你根本看不出南宿里和White Rock的区别 只不过是那些在这买房子的人 你交房产税的时候 你能够看出来区别 到底你的房产税是交给了Surrey市政府 还是交给White Rock市政府的 但是咱们甭管White Rock和South Surrey 这两个城市怎么划分的 跟咱没关系 白石南宿里这两个地方 为什么能被华人放在一块说呢 就是因为它特漂亮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而且你要是住在这一片地区 它开车到温哥华的华人区 就是这个列治文河的本拿比 只需要半个小时 到温哥华当趟也只需要开车50分钟 而且也不怎么堵车 当然50分钟可能有人觉得远 其实这种距离市中心稍微远一点的 但是又不太远的地方 往往是这种闹钟取静 环境优美生活特别安逸的地方 你看咱们华人媒体经常把 大温地区的白石南宿里 跟大多地区的Oakvale来进行对比 就是现在Oakvale就是现在我住的地方 就是说呀 这种距离市中心的 远不远近不近的这种地方 有什么特点呢 开发晚 环境好 而且交通说方便也不方便 就会使得附近那些闲杂人能比较少 所以说治安也是普遍比较好 而且你看住在这种地方 住户家庭年收入普遍比较高 其实就住起来比较舒服 当然了我也不是房产中介 就是说您如果要是想来温哥华地区买房子的话 您可以 或者说您更注重生活质量 您可以考虑一下住在离城市稍微远一点的 比如说大多地区的Oakvale 或者是大温地区的白石南宿里 这种这些宜居社区 而且你看最好的地方就是 这儿的房价比较合理 跟前面咱们说的温哥华西区那边的天价的老破坊相比 这儿的房子的性价比可以说是相当好 当然了 如果是您要是每天都需要开车通勤去温哥华 列治文的这些市中心地区上班的朋友们 当我没说 接下来咱们说一说 在大温地区人口占第三的城市 它的名字叫做Burnaby 人口它是25万 咱们华人呢 管这里叫做Burnaby 它的位置在这儿啊 这个城市 它其实就是紧靠着温哥华市的东边的邻居城市 Burnaby这个城市可以说是一个全能型的城市 因为什么 因为它交通便利 是基础设施发达 学校、医院、公园、商业都非常发达 华人有不少了 它这个城市的华人比例呢 基本上是三分之一左右 就是34% 跟温哥华市很接近 仅次于列治文市 当然了 列治文这个城市咱们等会再说 不过先给您一个大体的概念 你看地图 温哥华、本拿比和列治文这三个城市 从地图上看 刚好是大温地区最中心的三大城市 华人在这三个城市 都是最大的少数族群 分别是占27%、34%和53% 所以说你看 咱们华人嘛 凭良心说比较会占地方 在本拿比这个城市 咱们华人所占的比例是34% 这个比例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为什么用这个词呢 就是因为 给你感觉一个不多不少的感觉 既不会缺少同胞的身影 但是同时也不会感到满眼都是同胞 给你一种好像回到了国内的感觉 所以说从这个特点上来说 本拿比这个城市有点像多伦多的北约克 有点类似的感觉 但不过北约克的华人比例 可以说是不值一提 不到10% 这种华人不多不少的感觉 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是中国元素不少 也有不少非常好吃的中餐馆 华人超市也有不少 但是呢 你又不觉得周围都是华人 这种感觉啊 你看本拿比在大温地区 就是给你这种感觉 你看本拿比啊 论中餐馆的数量 中国超市的数量 那本拿比虽然说是不能跟 列治文相提并论了 但是你至少放眼大温地区啊 他是妥妥的 能跟温哥华排名并列第二的 而且这个本拿比和列治文 经常被拿来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啊 这两个华人比较多的城市呢 各自都有各自胜出的领域啊 哎 你比如说那个环境 二者是各有千秋啊 本拿比呢 有这个新罗旗部的公园啊 拥有好多位于市中心的 这个绿色大氧巴 列治文呢 其实也差不多了 因为列治文他位于那个 Friza River 和这个大海的交汇处嘛 他有这个海边 大面积的这个湿地公园 另外呢 他也有这个无敌的海景嘛 而且 列治文这个城市里面 也有不少城市绿地啊 比起列治文呢 这本拿比最大的优势呢 其实就是在教育这块啊 人家有名校啊 你看啊 大温地区最著名的三所名校 有两所就在本拿比 分别是SFU 就是那个西蒙飞沙大学 和BCIT BC理工大学嘛 而温哥华市内只有一个名校 那就是UBC嘛 应属哥伦比亚大学 而且呢 在本拿比呢 也有BC省内最大的 在加拿大排名第三大的购物中心呢 名字叫做Metropolis at Metrotown 它呢 就位于本拿比 另外呢 这个本拿比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 什么呀 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你看 地图上 你看 它就是位于这个大温地区的中心地带嘛 位于中心 可以说是四通八达呀 东南西北想去哪去哪 开车都时间不是太长啊 你看 前面我说了这么多这个本拿比的好处啊 那住在这房价怎么样啊 接下来呢 咱们说一说本拿比的房价啊 你看我前面说了这么多本拿比的优点啊 这好那好的 那这的房价是不是也不会太便宜呢 哎 说的对啊 一说到房价咱们就头大 不过呢 你也别害怕 本拿比的房价 其实比起温哥华 和温哥华那个西区温西呢 相比来说 它的房价还是比较比较容易负担的 但是呢也不是太便宜了 你看这儿你要是买一套独立物的话呢 它的起价也得150万加币啊 哎 但是在这买房子性价比比较好 前面说了 这个地方交通便利 设施又发达 什么上班啊上学啊 购物休闲呢 看病啊都非常方便的 而且这个本拿比这个城市在温哥华来说呢 它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城市啊 你说一旦海边来了这个一个什么暴风雨什么的 在这买房子呢 不容易被淹着 而且呢 这个这块的公寓啊 视野比较好 它不是站在高处吗 站在高看的远嘛 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说呢 在这买房子其实似乎就稍微比那个靠近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地势比较低的劣志文稍微好一点啊 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劣志文了 咱们接下来呢就好好的说一说 今天的重点这个小城 Richmond 咱们华人呢把这里叫做劣志文 这个城市的人口是21万呢 其中的华人占比是53%呢 这个城市可以说是加拿大 或者说是整个北美洲 华人占比最高的城市啊 它有一个外号叫做小香港啊 你想想这个名字 这绝对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华人之城 你要是漫步的街头啊 绝对让你有一种在国内的错觉啊 能看到很多这种商家的店铺啊招牌啊 全都是中文啊 一点英文都没有的也很多 经常看一些文章报道说是在本地生活的西人们啊 一天到晚这个郁闷啊 他不会中文在这都没法生活 你感觉招牌都看不懂嘛 你想吃西餐你都费劲 还得开车去北边的温哥华那边去吃啊 而且呢在这个城市你要是想买国货特别方便 其中有很多你在中国都很难买到的一些什么南北食材啊 中医药材啊 在列治文都能买到 什么牛黄狗宝 什么槟榔射香 手无虫草 莲花清瘟 随便买啊 没有什么难度 完完全全给你感觉就是在国内啊 在这个城市啊 华人才是妥妥的第一大族群啊 那西人才是老外呢 不过您注意啊 列治文只是说华人占比最高的城市 并不是意味着他的华人的绝对数量是最多的啊 在北美呢 如果按照华人的数量来排名的话 大温哥华地区的华人呢 他只能排第五啊 你看再排第五啊 这个常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啊 其实啊 在北美地区啊 华人最多的大都会是纽约 他的华人人口加起来是74万左右 接下来呢 是洛杉矶 旧金山和多伦多 哎 很多人听到这可能会吓一跳啊 这这 因为有个错觉嘛 觉得这个温哥华才应该是加拿大啊 哎 华人最多的大都市嘛 哎 其实不对啊 多伦多才是呢 大多伦多地区的华人总数 它是超过了63万的 而大温哥华地区的 他的华人总数是47万4 你看 大多地区要比大温地区多15万人呢 大多地区啊 这个华人占比最高的城市 是那个马克汉万锦呢 他的华人占比大概是47%啊 只比大温地区的劣质文低一点点 但是远高于大温地区的温哥华的27% 和本拿比的34%啊 哎 咱们继续说这个劣质文呢 不跑题啊 生活在劣质文呢 比较爽啊 您看地图就能看出来啊 它其实也是大温地区的这个中心区啊 购物啊 交通啊 上学啊 都非常方便 再加上这儿的这个华人特别多 您要是刚来的话呢 想要融入当地的生活 简直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嘛 因为这儿的文化环境就是华人的环境嘛 因为这个原因呢 这个城市往往就是咱们华人移民来到温哥华 落脚生根的第一站呢 而且你不想第一站都不行 为什么 因为温哥华机场 它就在劣质文 但是你别看这个城市有机场啊 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 但是呢 说交通方便呢 它也不是那么方便 它不像温哥华那样啊 这个方便到这个闲杂人等太多了啊 所以说 列治文这块呢 说方便也不方便的地方呢 没那么多闲人呢 所以说治安也好 你犯罪率也比较低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 咱们很多华人移民愿意住在列治文的理由啊 而且呢 列治文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中国美食啊 你看我这种特别爱吃的啊 这个馋人呢 哎 住在这地方肯定能够满足你的中国味啊 你看中餐厅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啊 菜系也是基本齐全的 什么广东菜呀 四川菜呀 上海菜呀 湖南菜呀 北京烤鸭呀 海鲜爆炽啊 广东早茶川菜火锅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 顺便我给您备个灌口啊 山中走寿云中咽 是陆地牛羊海里仙 猴头咽窝鲨鱼翅 熊掌干贝路以尖啊 哎 下行啊 您到了这个列治文呢 您都可以说是甩开腮帮子 撩开后曹牙呀 你可劲吃吧 姿儿搂一口酒时 鸭鸡一口菜呀 而且这个味道呢 跟国内相比 那是一点都不差呀 你看有不少华人呢 为什么愿意在列治文这个地方买房租房呢 那不就是因为徒的半夜起来 吃个夜宵方便吗 对了 说到夜宵啊 列治文呢 它有一个北美最火的夜市啊 Richmond Night Market 号称啊 它是北美洲最大的亚洲夜市 这个活动每年其实吸引了超过一百万人入场 可以说是非常有名啊 绝对可以说是您来温哥华旅游的 万万不可错过的盛宴 就连那些住在美国西雅图那边的华人朋友们呢 也经常都是忍不住啊 这个驱车两个小时 前去吃一吃这个夜市啊 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啊 这个夜市呢 它肯定不是全年举办的啊 它就是在夏天 时间就是从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 今年稍微早一点 它是从2022年的4月29日就开始了 一直到10月10号啊 反正就是冬天雨季到来之前呢 在这几个月呢 每到周五周六和周日 您记住不是每天啊 不是一周的每天啊 是只有在周五周六和周日 当然还有极假日啊 晚上大概是6点左右到12点左右啊 具体时间我给您贴在这啊 哎你看 维多利亚长周末 这就开门 哦哦 还有门票呢 6加币 行也不贵啊 多吃两口呢 就吃回来了 这个呢 是这个夜市的网址啊 夜市的地点是在8351 River Road 其实就在这个Free the River边上啊 2022年是这个夜市举办的 第21次夜市 呃 就是之前呢 在2020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嘛 停办了一年 2021年呢 也就是去年了 虽然说也举办了 但是时间非常短呢 是从2021年的7月23日开始 到9月6日就完就完事了 前后不到两个月啊 今年呢 2022年了嘛 这个加拿大也是全面解封啊 因此说这个吃货们呢 又又可以过节了 又可以开动了 这夜市上的各种美食啊 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啊 有好几百个摊位呢 你比如说什么烤鱿鱼啊 羊肉串啊 炒面的包子啊 烧麦啊 奶昔啊 这些啊 还有些什么东亚美食啊 日韩的这些 经常街头看到的一些美食啊 特点就是它不一定非常heavy啊 但是它胜在品种多样嘛 另外呢 除了这些美食之外呢 还有蹭热量 卖一些别的小百货的也有啊 也能看到一些什么什么T恤啊 卖包啊 都有啊 而且呢 还能看到一些非常精彩的街头表演呢 街头瘦啊 是吧 反正就是一个字啊 热闹啊 因此说呢 绝对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呢 提醒一下啊 如果有在温哥华的朋友们呢 想请我吃饭的呢 你可以来这个夜市啊 替我去吃一顿呢 算了 你也别替我吃了 要不把饭钱寄给我就好了 我攒着以后自己去啊 说完吃的呢 咱们再说一些这个列治文这个城市的公立教育啊 就是公立的小学和中学啊 一般来说呢 这个华人多的地方呢 学校的教学质量呢 普遍还都行啊 列治文就是这样啊 他有很多公立学校啊 教学质量 虽然不能说是大温地区顶尖了 但是总体来说属于偏上的位置啊 大温地区 他的公立学校顶尖的几个呢 他都位于西温 您注意啊 西温 跟上面我说的那个房价性价比特别差的 那个温西是两回事啊 温西是温哥华西区 而西温呢 是西温哥华市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啊 温西反正就是什么都贵啊 而且这个BC省最好的私校都在温西 所以说是 你要是手里具有钱具有钱的 你就来温西住啊 什么都贵上天 比较符合您非常有钱的气质嘛 但是这个西温他就不一样了 他是位于北温哥华市的西边 位置在这啊 西温最大的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BC省最好的那些公立学校 好多都在西温 西温哥华市 公校您知道了 能免费上学嘛 所以说 兜里有钱 但又不是那么多 又想让孩子接受非常良好的公立教育的家长们 您可以考虑来西温哥华市买房子 但是有情提醒啊 那儿的房价可不太便宜啊 就是因为西温那儿的学校的学区太好了 这个在房价中占很大的因素啊 但是呢 咱们继续说列治文呢 别跑提到西温去了啊 列治文他的公立教育 虽说不是大温地区最顶尖的 但是呢 列治文有一个其他城市难以取代的好处 就是适合咱们华人家庭的各种高水平的兴趣班 和这个补习班特别多 不仅多而且质量高啊 好多你还住在这个大温地区 列治文以外的这些华人朋友们呢 好多这个美洲呢 都要往列治文跑几趟嘛 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送孩子们上兴趣班吗 而且这个列治文呢 还有一点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道路啊 可以说是横平竖直一马平川呢 冬天不怕风雨四季不会堵车呀 住在这儿的新移民呢 您只需要开一周的车 整个列治文呢 你不用导航 你基本上就全都搞定了 这就比那个本拿比那种到处都是斜着的 这个路的城市强不少啊 最后呢 咱们说一说在列治文买房子的一些一些知识啊 因为列治文的房价其实跟那个本拿比 差不多在一个档位上 其实在整个大温地区啊 它的房价有那么几个档位啊 大温地区房价最高的第一梯队就是温西 就是刚才说的温哥华西区嘛 第二梯队就是北温和西温 就是说那个功力学校特别好的那个西温 那儿的环境也非常好啊 而且西温和北温呢 那片区域开发的比较早 历史呢也跟温哥华也差不多啊 但是呢 它又不如温哥华那么拥挤 所以说西温和北温那块呢 可以说是温哥华老资格的高尚社区 富人区啊 那儿的每栋房子呢 你看基本上都是藏在森林里面嘛 另外还有无敌的海景嘛 所以说在西温呢 一栋稍微过得去的这个老房子呢 怎么着也得要200万加币左右嘛 所以说也是很贵的啊 北温呢比这个西温稍微低一点啊 但是北温和西温总体上来说 它是大温地区的房价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的就是温哥华的东区温东 和那个列治文和本拿比 这些华人聚居区啊 在这三个区域呢 独立屋的起价 基本上都是150万加币左右啊 稍微好一点的 那都得200万加币以上了啊 但是呢 你要是在列治文买房之地的话呢 有好处 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 它的好处呢 就是地比较大啊 房型比较方正 但是呢 又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列治文这个地方呢 它地处这个Freder River啊 流入太平洋形成的这个冲击平原之上 加上部分土地呢 它是由这个填海而成的啊 所以说它地形啊 一马平川呢 是好处 但是海拔比较低啊 这就不好了 它的很多地方只比海平面呢 高出一米 这样的话 你说一旦要是有个地震 台风 热带风暴什么的 那房子很容易进水啊 尤其是那些靠近大洋边上的 那那可能被冲走都说不定了 是吧 所以说 您在列治文买房子的时候呢 得考虑一下这点啊 要看一看这的地形 看一看地势 最好找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买房子 从这点上面来说呢 在那个本拿比那块买房子呢 就稍微安全一点啊 这个咱们前面说过了 就不啰嗦了 哎呀 今天呢 又嘚嘚嘚嘚说了半天啊 咱们华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三大华人区 本拿比温哥华和列治文 给通通的过了一遍啊 对了 还有那个南宿里嘛 这几个咱们华人经常争论啊 究竟哪个地方更适合华人 这么这么四个地方啊 至于哪个地方更适合华人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见仁见智啊 其实因为每个人的 因为每个人的喜好和需求都不一样嘛 您要是实在没办法选的话呢 我教您一招啊 抽签啊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啊 无论抽到哪个城市 应该都不会失望啊 我是说我都不会失望啊 您自己抽签了 我失望个毛线呢 是吧 不逗了啊 至于您特别想生活在哪个城市呢 听我前面这么一介绍呢 您估计自己心里也有谱了啊 好好琢磨琢磨 大温地区除了这几个城市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城市啊 因为时间关系呢 这个咱们下集再说啊 你比如说什么北温啊 西温啊 高桂林啊 三角洲啊 墨迪港啊 新威斯敏斯特啊 这些 当然还有不少了 都非常有意思啊 下集呢 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好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您动一动小手指 帮我点个赞呢 如果您要是能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帮我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呢 那就更好了 庄严呢 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啊 得嘞 咱们下次再见